大家往往看我一陣 很久沒有跟大家見面了 現在凌晨6到 你看看網站都這麼好就知道 很冷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是起底組都看到的 澳門 是一個學校的家長 都是學校現在是家教會 她小朋友從初一開始讀 讀到高中 即使學校有很多負面的新聞 她都打算相信學校 但是今時今日 我不再相信了 為什麼呢 因為她最近發現的兒子 放學整身 嘩 煙眉很臭 還有在書包裡找到爆煙 兒子的成績一樣都很好 她就反覆問兒子 原來她上星期去打球比賽 就開始吃煙了 因為她見到學校的sir吃煙 打籃球沒有影響的 但是 教練在學校的訓導主任 兒子說以前打籃球的時候 都很多人吃煙的 好像什麼sir啊 什麼sir啊 現在 那sir教的籃球隊 都很多人吃煙的 我不相信校老師影響了 我放了兩天去學校那邊看看那個sir 誰知道一經過大門口 嘩 整身煙味啊 我曾經見過兒子的照片 我認定這個煙殘一定是那個sir 然後8點多的時候見她 在學校門口出去轉彎 就見到她 嘩 鏡頭畫煙頭 還有啊 上次家長會的時候 她還要去報煙 那兒子跟我說 那個sir的職位高過那個sir的 他說做主任 說話又不好 那個老師又吃煙 又整天走進走進 嘩 真是整個煙殘 還說那個老師校長很高身請她做主任 還要做教導主任 他就說了 學好了三年 教壞了三年 唉 還有很多的其實 很多很多的東西 那我不一一說的 大家自己看 那想講解到什麼呢 嗯 那老師在學校吃煙 或者在學校附近吃煙 其實是 對於家長來說 我不是家長 是有問題的 家長覺得 因為 喂 大哥 我就是在讀書的 你為人師表 為人榜樣 你見到學校吃煙 那對於很多家長來說 是一個雙重心理上的打擊 因為很多家長 都不想自己的子女吃煙 這些是指不吃煙的家長 那很多時候其實 我是一個學生 我會接觸到不同的人士 不同的人 例如外面的朋友 sir在街上 都會見到人家吃煙的 那其實 見到sir吃煙 是不是代表自己都要吃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 學生其實已經是初中 甚至就是上高中 那他已經是12歲 可能到16歲青春期的日子 那作為家長 如果你真的不想去吃煙呢 那你應該講解給他聽 究竟吸煙究竟有什麼危害健康 並不是一尾去擱住sir 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人很多sir 很多老師 很多政府的高官 就算我們的主席 都是吃煙的 我們改變不到這個事實 就算在街上 你都會見到 有些叔叔 甚至大陸 甚至很多地方 他都在抽一支煙 難道 你跟兒子說 喂兒子 你不要出街 你不會出 這個世界很壞 其實我們不可以限制 我們小朋友去做些什麼 甚至老師做些什麼 其他做些什麼 但當然 這件事上面 老師是有他的錯誤存在的 因為最少起碼 在方圓十里 之後再吃煙 因為 不是的話 你很容易被家長抽情 因為有些家長 不是一定說到你的 那當然 作為一個sir 真的是要醫生作質的 我曾經都做過sir 很多人說 喂紅綠燈 是不是要等呢 我做老師的時候有等過的 粗口是不是不說呢 我做老師的時候沒有說過的 但是 當 這樣的時候 其實做老師都很大壓力的 我可以說 我明白做老師的感受 所以 他們可能因為壓力大去吃煙 或者他們從小到大都會去吃煙 那吃煙是否做不到sir呢 他是不是一個不好的sir呢 這個答案 我不敢肯定 都不否定 學生其實現在有很多學生的榜樣 但是他成年 他不再是有錢的小朋友 應該這些觀念是家長 由小到大灌輸給小朋友 並不是學校 如果你單方面要學校去處理這件事 OK的學校去處理 但是你是他的家長 你都要講清楚這件事的嚴重性 究竟食衣有什麽不好 就是好像我只吃一個客人 他生了三個 他的女兒可能說 喂 我14歲15歲已經是有個男朋友 又是大陸一起睡的了 但是他都灌輸的觀念就是 未夠18歲 請什麽安全性 請什麽有性行為的動作 他從小到大都去教書他自己的子女這個行為 去灌輸的觀念 正確的觀念給他子女 所以我覺得 很多東西並不是看表面 而是看內在 甚至你作為一個家長 你都是有錯誤的 很多東西不是看學校究竟是怎麽樣 而是看 自己的小朋友 自己是怎麽樣去教 不是什麽責任推給學校 家長都是有錯 雙方都有錯 所以阿旺拍這條片是想說 喂 大佬 你自己有家不好 你什麽推給學校 那就是你 你生的 我十月懷胎 我不是邊幫有那個 所以今天視頻到這裏 你覺得對不對也好 你自己決定吧 拜拜